中心新村 位于台北市北投区 是台北市里少数完整保存的眷村 温泉汉军医院与这座眷村 也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 我们中心新村的特色就是温泉 每一个眷村都会有公共澡堂跟公共厕所 可是来到了中心新村以后 公共澡堂就变成了温泉澡堂 就民国35年 台湾官府又开始国民政府开始接收 接收以后重新建制台湾的 入境第一种医院 后来就要做巴黎一种医院 后来变成三军种医院 巴黎一种医院的人全部归建 民国四十几年那时候军医院 所以还有钢烧 这两边是钢烧 祖籍为中国江苏的顾皇生 15岁跟着部队一起来到台湾 因为生病留在北投休养 部队却在前线被歼灭 独自一人留在台湾 一眨眼就是七十多年 当时很多的在医院工作的医疗工作人员 以及在这边接受治疗的一些人员 他们到最后也留在这边 在医院里工作 也留在这边这个居住 这大致上就是眷村形成的一个开始 前日军卫戍医院北投分院 在1998年被公告为市定古蹟 而一旁的中兴新村里 三种不同时期的房舍 也成为北投重要的历史现场 它的房舍总共有三种样式 第一种是日本留下来的眷舍 就是日夷眷舍 第二个就是国军来台湾以后 用复联会的名义 兴建了这个复联会的这个眷舍 那第三个就是自地自建 我们之前住的房子是日本人移交过来的 这里的眷村日本留下的房子 都会分配给好几户 为什么因为最早接收的临时居住 隔一下因为工作关系 你没地方住隔一下分配给你 1963年 复联会新建七栋木造十年瓦眷社 将标准化的系统引进眷村 也融合了工匠所熟悉的不同工法 像左边这一户的话 这个我们屋顶上是做水泥瓦 这个地方的房子 其实就是复联会当时捐赠的房子 那虽然是民国时期 可是当时的工匠还是采用的是 这个竹边加泥墙的这个方式 随着人口增加 自地自建的家也渐渐填满了眷村 这个北投中印新村它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真的有很多工法 所以说保留了日治时期的房子 保留了复联会的房子 我们也保留那种自地自建的 还有铁皮屋的这些房子 那我们会希望说以后的人来 他就看原来以前这个北投中印新村 就是长这样 1993年 中兴新村自治会会长张玉文 开启了长达20年的保存运动 因为这个军村从民国68年 第一波要改建 到全台湾最后一个改军军村 在这个过程中 改建其实是村民最重要的事物 保存运动因为涉及到各个不同阶层 不同世代不同年龄层 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之下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共识营廟 建构起来不是那么容易 中兴新村里的建筑物经过修复后 该如何活化再利用 成为未来的重要任务 这一边是那个 整个村子里面的公共澡堂 以前大家都还没有自己的浴室的时候 他们就要在这边洗澡 那我们会希望把它整理干净 那让人家知道说 原来早期的眷村 它的生活其实不是一个很富裕 但是事实上都是一些机能 很重要的一些空间 保存一个环境 并不是要它变成完全新的 他们很重要是要保存说 那个年代在很克难的时候 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什么 中兴新村第一期修复工程 已在2018年完工 紧接着2021年台北市文化基金会 开始着手经营管理中兴新村 全区的渔运的规划 目前大概我们会分三个区域 核心的区域的话 会由我们台北市文化基金会 我们自己来自营 那这个区域除了旅服中心之外 然后有展示的空间 我们希望就是说 有一些刚起步的 然后年轻的活力能够进来 以地方创生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注入这个眷村物化保存的这样的工作 中兴新村的修复 保存的不只是眷村的建筑物 更是延续了中兴新村 与众不同的文化 串联了周边的自然与人文 就像是北投温泉水的温暖和长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